这绝对是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最尴尬的一幕 2013年杨千花晚着张家辉出场 为金像奖最佳男配决颁奖 其实尴尬的原因就是最佳男配候选人之一 就是杨千花的前男友郑重基 前女友给前男友颁奖的场面可不常见 于是张家辉调犯杨千花 杨千花蹲了蹲 干脆转身直接问候郑重基 一直黏着嘴的郑重基这才露出憨笑 但是多年后再进前任 这位昔日的浪荡子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在听到杨千花让他站得离自己经典时 郑重基更是满了重基 惊慌知错的反应让赛条嘉宾生效不已 直到颁奖时 郑重基才走到杨千花的身边 他们礼貌握手交接奖杯 或许是因为守护金像奖而激动 又或许是因为见到杨千花而紧张 拿着奖杯的郑重基 一时不知道用哪个话筒发言 尴尬的直摸头 郑重基是除了钉子高外 杨千花唯一公开承认过的圈内男友 二人因一档广播节目相识 因为在音乐上极为投缘 郑重基对杨千花三年穷追不舍 身为才华横溢的太子基 他还用杨千花的生日做歌名 专门为他写了一首 《2月3日表达爱意》 杨千花也终于败倒在郑重基 切而不舍的追求下 然而这对用三年走到一起的 财子佳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 这段恋情虽然只有四个月 但是后劲十足 分手后杨千花走进酒吧买醉 一连点了八杯长道冰茶 目睹这一幕的黄伟文 把这段还写进了歌曲 可惜我是水瓶座 2000年或许是因为年少轻狂 又或许是分手导致心情低落 郑重基也在飞机上醉酒试态 感谢观看